大家好,我是老沃陈教授 我小舅子阿弟,还去上班,在广告公司上班 每个工资200万老并,最后人民币1100块钱 这是我的一个摩托车 五年前的是新的时候,送给了我的小舅子了 这个车现在声音还是挺不错的 那时小舅子骑这个车,他出过一次车祸 现在院子里的人都开始去上班了 卖鸭子的越南越南 阿华,阿华,你不会开门吗? 你不会开门 你不会开门 稍微开门了 不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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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旅馆是一天七万老并 老并 就听欢迎宝宝 估计 这个老钱怎么今天我一来,他就来回来 这是什么原因 要变得木铃马烧了 他是要去送货 我拿了个卖零食的 他们一到的话就有那个铃铛响 小孩子听到就知道是他们来了 我小孩说想吃 所以小妹妹阿玲过来给他买 他们这边有 有玉米 有酸饺 这里是菠萝 这里面还有一节一节的甘蔗 我这一个一个都是芒果 这是椰子 这边是西瓜 甘蔗 还有酸饺 还有芒果 老挝没有正规的三轮摩托车企业 所以没有那种 那种一体的那种三轮摩托车 都是都是两轮摩托车 然后改装一下做个边三轮 快走来看 特别 他们这个摆摊的来到这片出租房 刚才很短的时间做了两个生意就跑了 继续寻找其他的客户 他们就是有个这样的铃铛的 这是他们的标子 他们是这样吃的 把这个生芒果 削成一片一片的 沾这个酱汁 叫吃酸 我听小弟说 他老挝人 最喜欢吃的口味 叫吃酸 这个桌子是 200多块钱人民币 但是他也不是什么好木材做的 应该是杂木树做的吧 我快不紧快不紧送 就老钱他要去拿货 然后再去送货 泰国的塑料制品 非常出名啊 质量很好的 这种椅子 可以坐很多年都不坏 大概40人民币一把 这是一个泰国品牌的分散 这个也是 这个地上这个 这个分散质量也蛮好的 有的人租房子啊 他也不在乎这点电费 就像我朋友 他有时候一开就是半个月 他都不关的 这是我今天买的菜 两公斤橘子 2万5 加一公斤牛肉 加一公斤贝壳 辣椒 一共花了18万5千老便 刚好人民币100块钱 我买了一个椰子 我想用筷子家里面的肉吃 但是老人他平时不怎么使用筷子 一些现成的筷子他搞了搞去也搞得没有了 我找遍了也找不到筷子 昨天晚上吃饭的话 都是买的零食的一次性筷子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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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租资房现在都没有租出去 现在空置率比较高啊 这个6号房间是以前开嘟嘟车的老头 他找了个年轻漂亮的老婆 后来好像也分手了 而且他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 他所有的家具啊家电 全给房东拉走了 这边是以前做美食的 美女阿本啊 租的出租房 现在也是疫情原因回老家了 这个小妹妹阿丁 她把他妈彩票 她天天和这个男孩在一起 我估计他们有点这个朦朦胧胧的好感 但是他们两个人年纪还非常小啊 我估计就十二三岁 我这是我买的一个巨大的4万毫安的充电宝 这个充电宝是可以带这个灯 可以做直播的 也可以点接生卡的 晚上的时候 我在老前这里吃饭 小孩子还没下班 就我跟他两个人吃 他问我 他说 你有什么打算 我说 现在万象过完年 过完年以后 我继续 出去 重游 做自媒体 他又问我 他说 你是不是还想找一个女孩子吗 我说不想找了 就一个人过也挺好的 他说不信 他说看我在视频里面 哭得死去活来 为了个做财分的妹子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他把我所有的视频 全部看完了 对每一个人都是了如指掌 他知道 柚子妹 也知道小弟 也知道裁缝妹 也知道卖菜的两姐妹 他说那个 柚子妹 最漂亮 然后他说 我最喜欢的是裁缝妹 因为裁缝妹也漂亮 而且非做衣服 非挣钱 所以我在视频里面 哭得这么伤心 还有他说 卖菜的两姐妹 他说那个姐姐漂亮 但是那个胖胖的妹妹 要靠得住一些 他跟我说 他说 圈框的美女好多 他还说 他说 我还不是很老 如果真的想找的话 就找一个过日子吧 找一个真心喜欢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小弟 我